老木字要爬取下來 所以好像比較會有問題的 好像第一個是哪個table 字放大一下 因為我發現這個字放太小 真的看起來很痛苦 我是這樣 不過你們眼睛應該還不錯 像有時候大概40歲以後就開始有老花 不過我發現好像你們現在年都下降了 30幾歲好像很多人就老花眼了 老花眼就是看近的看不清楚了 所以如果來天女突然看近的看不清楚 表示你老了 所以你看你爸媽應該常常看東西 因為奇怪為什麼一定要拿著眼睛才能看 表示他應該眼睛退化了 所以有人會說這是必然的 另外的話就是這個 walk sheet 工作表好像剛剛有同學也是 他在程式裡面會增加這個所謂的sheet sheet指的是哪一個工作表 所以有時候那個位置不對或名稱不對 可能也會出錯 然後你把它改一下 或者甚至把它刪掉也無妨 那再來的話就是再畫一個圖表 比如說香港畫一個圖表 大陸畫一個圖表 日本畫一個圖表 所以我們好像畫了幾張圖 上一次上課的話 就是直接拿什麼呢 拿這個 我們好像是拿前面的來改 然後把它改成香港的線圖 這個是改完的 改的地方不外乎是它的位置 tap指的是這條線 所以he的let 指的是對齊這邊 所以座標理論上一定會有兩條線 交匯的地方就在這裡 所以如果假設我希望畫一個香港折線圖 香港OK 所以應該是這兩欄 然後呢 我就直接 這個是在雲端上 第十二頁 把這兩個 把它Ctrl-C 然後這邊Ctrl-V 貼上 OK 那這邊的話呢 我就把這兩個 其實這兩行 把它貼過來 那這兩行基本上 第一個是 在目前的工作表裡面 Active Shits 指的是目前工作表 裡面的地方 我增加一個sharp 如果你要畫個圖 會需要有一個sharp路線 讓它去放那個圖 所以這個是固定規則 然後呢 這個地方 底下 增加一個圖 然後畫一個折線圖 這兩個參數是折線圖 坐標是這兩個 那寬是儲存格的5倍 然後高的話呢 是高度的10倍 也就是10列 然後呢 資料來源的話 就是A2到A28 看應該A1到A28應該沒錯 A28這個固定資料 然後呢 B1到B28 OK 那沒問題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香港折線圖 把它執行 這邊就出現了 香港折線圖 那一樣的方式呢 並且畫出這個大陸折線圖 再加一個山圖 這兩個 所以我們上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就是再把這個大陸跟山圖 把它做出來 這邊做一個 然後再刪 刪掉 OK 那最後的話呢 把這邊分析一下 到底喔 如果我再來 就應該是同樣的方法 香港 中國大陸 再來日本 日本就不用了 其實你會發現喔 那你兩邊比較之後 你可以看到嗎 其實需要改變的基本上就是這邊 1變成11 那下一個理論上就是